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呢咱们开始漏洞专题底下 这是咱们业务逻辑漏洞专题第四讲 那么咱们本次课程呢主要是 讲解一下就是咱们授权验证照过的一个这个实验试 以下呢是咱们课程目录 那么咱们接下来主要是从以下这两个方面的进行一个展开 第一呢就是我给各位学员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授权验证照过 它常见的一些检测手段都是哪些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一个实力演示的一个环节 那么咱们这里呢首先看第一 那么针对这个授权验证照过的常见的检测手段都是哪些呢 然后呢我在这里呢主要是把它划分成两个部分 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一个授权的访问 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未授权的一个访问 那么针对这个授权访问呢 我又把它分成这个垂直的一个这个月圈访问 第二呢就是一个水平的一个月圈访问 那么什么是未授权的访问呢 然后这里呢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它就是指什么呀 指用户在没有通过认证情况的验证下 然后呢直接访问一些需要认证 才能访问到的一些页面或文本信息 那么一般黑客利用它都会用了干嘛 比如说他会尝试将一些这个敏感的页面链接啊 或者附入到其他浏览器或者一些其他电脑进行一个访问 然后看呢它这个链接呢能否访问成功 如果成功的话那证明它当前是存在这个未授权访问一个漏洞的 那么这是未授权访问 第二呢就是一个月圈访问 那么月圈访问的话我在这里主要把它分成两块嘛 第一呢是一个垂直月圈访问 那么什么是垂直月圈访问呢 它就是指什么呀 指这个权线低的用户 它可以去访问或者操作比较高级的一个这个用户 这个权线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这个有一个论坛 然后呢它里面有许多普通用户 还有一个这个管理员用户 那么假如说这个论坛 它比如存在这种比如说月圈访问的话 那么我一个普通用户 我可以月圈去执行一些管理员用户权线的一些 功能 比如说我执行这个管理员 比如说我在后台添加一个用户啊 或者在后台改一个配置啊 等等 那么这样的呢 就是属于这个垂直月圈 那么水平月圈的话 它就指相同权项一些不同用户 中间呢进行一个互相的操作或访论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咱们常见的一些检测的方式及手段 那么底下呢 就是咱们一个这个实力环式 实力的一个这个演示 呃底下呢是我给出的这个UIL 我是在这个另外一台机器啊 搭建了这么一个CMAS 是这个空CRM 这里呢我在浏览器中呢打开它 好了 我这里已经打开了 那么这套系统呢 呃 我是找的它是这个当前的一个这个5.4的一个版本 啊 那么这套系统呢 它是存在这么一个漏洞的 就是说它可以 呃利用一个未授权的啊 就是一个授权的这块验证的一个这个问题呢 然后去比如说get shell 或去拿到你的这个后台 呃具体这个漏洞的这个分析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篇章 就是这个悟空CM从无任何权限 到get shell漏洞的一个分析 那么底下呢 就有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些这个漏洞详情 就是它的一些原代码啊 到底哪有缺陷啊 包括就是它底下是如何利用的啊 这里都有 大家可以在这里呢 进行一个这个 嗯 查看 那么我本次呢 主要是针对这套 CMAS呢 给大家进行演示一下啊 如何从一个这个 没有任何权限的一个这个情况 到我比如说 我直接拿到它的后台 或者在台shell 现在呢 它是一个这个登录界面啊 需要这个员工登录的 那么我这里呢 我也不注册账号 我干嘛呀 我就看一下 因为它这个程序呢 木耳安装完之后 它有这样一个文件 APP install 它有这样一个文件 就程序木耳安装完之后 有这样一个文件 那么接下来我要干嘛呀 我接下来就要抓包 把它这个包呢 抓取到 本地看一下代理 然后呢 我打开我的book serial 然后呢 我再 我这里先把它放到rebit 然后这里呢 我cookie可以不要的 这些东西 可以不要 然后这里呢 我再把这个case 然后呢 我够一下 看到吗 咱想要的东西干嘛 想要的就是这块东西 last modify 就是说这个程序 啊 它这个安装的这个时间 我们要这个时间干嘛呀 因为它这套程序呢 是怎么算这个socket的 它就是根据你这个程序安装时间的 然后去利用一些相关的函数 生成了一个四位的一个数字 就是那个so的 加延的那个算数 那么这里呢 我只要把它复制一下 copy出来 然后呢 我打开我的hp这个 路线脚本 所做的操作就要干嘛呀 就是这里主要根据这个实际的 程序安装时间呢 进行修改 就是我需要把这个时间 把它修改掉 OK 那么底下呢 这是一串 就是读取它这个socket socket的值 那么底下呢 就是我这里 这个管理员嘛 就是说我 从这个没有任何权限的一个 这个情况 到它直接 比如说 我可以登录你的这个后台 就是操控你的后台 这样 那么一般默认的 像这种后台管理员账号的话 它这user id呢 一般都是1 然后user name呢 这个name呢 一般都是admin 然后呢 底下呢 就是一个生成cookie的 一个这个译句了 那么它这里 利用了两层的imd5 去对这个user id 然后name 包括它socket 最终呢 生成一个这个cookie 然后并且把它 这个相关的信息打印 那么我们只需要 利用这串 译句呢 去进行一个 这个登录就OK 好的 那么这里呢 我就把这串 这个代码呢 去运行一下 好的 我这里就找一个在线的吧 比如这里 好的 我这里就与它啊 然后我把它当前这个代码呢 粘贴出来 这里我等一期 嗯 那么底下呢 就是它这个输出的结果 那么我接下来要的东西 就是哪串呢 就是这块东西 就这的东西 我只要把它复制一下 那么我这里把它当前的 这个工程中 把这个工程中 的一些 存在 那我这里 把它贴上的 用 那我这里 把它贴上的 就是 这个工程中 就是 你 现在已经看到了 我已经以这个Admin这个账号 已经登陆到这个CMAS的后台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可以增加一个这个商场类型 对吧 然后呢 我点击一个保存 OK 它其实保存成功 那么接下来干嘛呀 我就随便找一个上传这个图片 或者一些文件的这个地址 所以我这里添加图片 比如说我这里选择文件 我选择插 我选择插 然后呢 它提示说什么呀 文件类型必须是其中的一种 那么这里呢 你可以再重新换一个这个例子 对吧 这边留在这边去试一下 看到没 看到没 已经成功的上转了 这里呢 我看一下这个链接 我当前这个差点P2P嘛 里边就是 执行P2P info 现在已经成功执行了 那么接下来我就只需要把这个代码改成一个一句话和一个代码就OK 拿到website呈现了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咱们这个实验是真的咱们授权验证到过的啊 这个这个课程 那么咱们本次课程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观看 3K 谢谢大家观看